Hello,大家好,我是Alec 相信很多人對食音機芯並不陌生 從百年前的機械機芯到1950年代開始的食音機芯 食音機芯除了不用上鏈外,就是精準 而今天我們要來講的是由食音機芯啟發的機芯 Bilova Aquitron 在1915年代,當時Bilova的老闆 Bilova請了Max Hartzell,一名瑞士科學家去研發一支真正的電子錶 因為當時雖然有了電子錶 但是還是跟機械錶一樣是使用百輪 所以在精準度上面是無法有所突破 在1959年,Max Hartzell做出了Aquitron 214機芯 使用了音差平正來啟動腕錶 我手上這支就是搭配了Aquitron 214機芯 可以清楚的看到音差的設計 而當時Bilova特別沒有為這支錶設計龍頭 是為了表現出這支錶的精準度 是不需要調時間的 但是其實還是有放在被蓋後面 60年代,美國太空總署NASA在46個任務裡 使用了Aquitron的科技 當時太空艙裡的鐘都是使用了Aquitron機芯 而在1962年,Aquitron更被美國鐵路局認證 為鐵路局使用的計時 讓火車可以更準時的到達 在1964年的New York World Fair Aquitron被埋在地底下 讓5000年後的人們 可以見識到當時的先進發明 在1974年,Bilova總共賣了400萬隻的Aquitron 快轉到2014年,Bilova發表了Aquitron 2 Alpha 這支錶跟之前長得一模一樣 只是機芯不同,還有尺寸加大了不少 也可以看到音差的設計已經不見了 原因是因為製造成本過高 而2014年的Aquitron 2的原價也比之前便宜了許多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2020年Bilova推出的Aquitron Space View 依我個人覺得是目前最好看的Aquitron 這一支的Aquitron總共有兩款不同的殼 Aquitron Space View使用了傳統的43mm圓形錶殼 而Aquitron DNA Space View使用了45mm的橢圓形錶殼 Space View配戴了皮帶 而Space View DNA使用了橡膠錶帶 可以說Space View比較像紋錶 而Space View DNA則偏向運動錶款 但兩支的防水都是50米 那除了錶殼以外 面盤設計都是大同小異 只是Space View DNA的面盤顏色選項比較多 而Space View只有Bilova著名的配色 黑色加上綠色的面盤 今天主要來講一下是新的Aquitron機心 NS30Y8A 基本上也算是一顆死因機心 但這顆新的機心的新科技是 它的Quartz Resonator的動力來源 由面盤下方的兩顆靜電感應發電機 會隨著我們佩戴時轉動 發電機再把電力傳送到上方的儲電器 然後儲電器再把電力傳到另一邊的靜電感應馬達 讓秒針可以順滑的移動 同一個儲電器會再把動力傳到另一個馬達 供動力給分針與時針使用 這顆機心的精準度可以達到每個月加減5秒 Space View還加了省電模式 在長時間沒有使用的狀態下會自動停止 其實很多人已經把這顆機心跟SEIKO的Spring Drive做比較 但兩個機心是完全不同的 改天有機會再來解釋一下 但是如果你仔細看它的零件 不比一般的機械錶少 也有一些機械錶的零件在裡面 而且還有28顆寶石 這支就是今天的主角Space View 可以看到下面的兩顆發電機 上面的儲電機 和秒針的馬達 那43mm的圓形錶殼 搭配了蠻凸的藍寶石玻璃 那手錶的厚度是蠻厚的 戴在手上會有一定的份量 而背蓋有雕刻的Logo 而背蓋有雕刻的Logo Aquitron也很貼心的配上了蝴蝶錶扣 扣子做得還不錯 戴起來還算舒服 那這一支Space View是很有份量的 手腕要夠大才能駕馭它 但這面盤設計真的是討人氣 看著馬達一直轉動真的很爽 那今天提供了三支Aquitron來做比較 第一支是1960年代的Aquitron 214 而中間的是2014年發表的Aquitron 2 Alpha 而最旁邊的是Aquitron Space View 可以明顯的看到錶厚是一代比一代厚 尺寸也是很明顯的在增加中 但說真的Aquitron是一支很陶人喜的實音錶 所以我覺得三代都很好看 好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封面電視呎 我的影片 和拍子